大家好 歡迎來到天下故事 16世紀末 英國向美洲進行殖民擴張時 發生了一件聳人聽聞的事 英國有一批殖民者 一共116人 在抵達美洲後的某一天 竟然憑空消失了 除了生不見人 死不見事外 這件事最詭異的地方是 定居點裡其他情景一切如常 廚房裡甚至還有剛做好的晚飯 而這些憑空消失的人 從此再也沒有出現過 這些人到底經歷了什麼 他們去了哪裡 400多年過去 他們的事故有沒有找到 1492年 哥倫布發現了美洲大陸 近百年後 西班牙人率先來到這片新大陸 掠奪了大量財富 並在這裡建立了殖民地 隨後 歐洲各國紛紛效仿 開始對美洲進行殖民擴張 1584年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 委派沃爾特羅利爵士 前往美洲建立殖民地 以擴大自己的帝國 羅利爵士接到這個任務後 先後三次派人前往美洲 但除了第一次比較順利 其他兩次的結局都非常悲劇 他先是派了一支隊伍前去採點 尋找適合定居的殖民地點 探索隊不負眾望 很快發現了一個土飛水美 物產豐饒的小島 這就是羅阿諾克島 之後 羅利爵士組建了第一支殖民隊伍 隊伍共有107人 帶隊者是理查德·格林維爾 1585年 這支隊伍抵達目的地羅阿諾克島 格林維爾安置好眾人 就返航回英國運輸定居所需的物資 沒想到 等他回到羅阿諾克島時 島上的定居點早已荒廢 殖民者也去向不明 第一次殖民計劃宣告破產 羅利爵士並沒有死心 兩年後他又派出了一支殖民者隊伍 這次他們準備的更加充分 不僅有足夠多的物資 而且人員配置也比前一次要完善 除了帶隊者約翰·懷特船長外 隊伍還有115人 其中有16名女性和10個小孩 他們打算以家庭為單位 在這裡長期定居 在懷特的帶領下 殖民隊伍很快建立了定居點 開始艱難求生 他們在島上修建房屋和城牆 並開墾荒地種植作物 希望能夠通過努力獲取生活物資 一切都很順利 而且還有一件喜事發生 他們迎來了一個新的生命 懷特的女兒生了一個女孩 由於她是在美洲大陸出生的第一個英國人 因此被取名弗吉尼亞 這次的殖民計劃看起來已經成功 那為何後來又忽然出世了呢 當時的美洲和英國還是存在很大差距 殖民者的開荒工作並不順利 生存物資逐漸短缺 眾人商議後 懷特不得不離開剛出生不久的外孫女 返回英國尋求補給 倒楣的是懷特回到英國時 正趕上英國和西班牙爆發海戰 英國女王要求英國境內 每一艘能遠航的船都必須參加戰鬥 懷特被迫滯留參加戰鬥 這海戰一打就是三年 期間懷特沒能和羅阿諾克島上的殖民者 取得半點聯繫 直到1590年8月 懷特終於帶著補給品和救援隊 從英國回到羅阿諾克 當船隊接近羅阿諾克時 懷特遠遠看到定居的村莊附近 升起了求救的狼煙 當他急匆匆趕到定居點 一派詭異而又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 呈現在他的面前 整個村莊寂靜的可怕 別說是人 就連一個活物都沒有 各家各戶的大門都敞開著 有些人家的桌上還燃燒著蠟燭 鍋裡還有飯菜 就好像這些人剛剛還在屋子裡忙活 忽然間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全都離開了 甚至還帶走了所有家畜 懷特和船員們找遍了村莊的各個角落 沒有發現失蹤者的任何痕跡 唯一不尋常的地方是 村莊附近的一棵樹上 刻著一串奇怪的字母 Kroten 但誰也不知道這串字母代表著什麼 事情被上報後 英國立即派了四支隊伍前往島上搜查 結果一無所獲 既沒有發現打鬥的痕跡 也沒有發現任何人的屍骨 死後14年 英國又多次派人前往島上 翻看著116人消失前的生活遺跡 仍舊一無所獲 明明前一刻還有求救的狼煙 進了村卻空無一人 這116人是如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消失的呢 他們留下的那串字母又是什麼意思 羅阿諾克殖民者失蹤後 人們一直試圖解開羅阿諾克島的謎團 而唯一的線索就是那串神秘的字 Kroten 一些研究人員猜測 Kroten這個詞應該和印第安部落 克羅托恩人有關 這個部落居住在羅阿諾克南邊的一個島上 而這個島也叫Kroten 那麼有沒有一種可能 羅阿諾克島上的這116人 在長時間等不到懷特救援物資的情況下 決定自尋生路 於是來到了一直很友好的 克羅托恩人的部落生活 而樹上的神秘字母Kroten 是他們離開前留下的記號 1701年 一名叫做約翰·勞森的探險家 就根據Kroten這個唯一線索 遠航前往克羅托恩島 他在島上拜訪一些部落居民 並詢問島上的歷史 當地一位長老告訴他 島上確實有幾名祖先是白人 約翰就此推斷 這些白人祖先一定就是羅阿諾克殖民者 但這個推測過於武斷 為了弄清真相 2015年一支考古隊來到了克羅托恩島前一調查 結果大有收穫 經過幾個月的挖掘 他們發現了一些符合16世紀英格蘭風格的器皿和一把劍 就在所有人以為這個困擾 人們400多年的謎團終於要解開的時候 考古學家沮喪地發現 這批文物都是產自1700年以後 並不是1587年那些消失的殖民者留下的 後來又有研究者們對該島上的原住民進行DNA檢測 結果並沒有發現任何英國殖民者的基因片段 更為重要的是 考古人員也並未在島上找到任何英國殖民者的海骨 所以顯而易見 神秘消失的116人和克羅托恩島並沒有聯繫 既然從這個字母中找不到羅阿諾克殖民者的下落 那還有沒有別的線索能找到這些人的下落呢 在一份1607年的歷史記錄中 有人發現了一份供詞 這份供詞來自於英國在美洲第一個殖民地 詹姆斯敦殖民地的成員 這名成員名叫威廉·斯特雷奇 是殖民地首領約翰·史密斯的秘書 他聲稱當地一名印第安首領波瓦坦 曾向史密斯坦言 他率領自己的部落屠殺了羅阿諾克殖民者 而且波瓦坦還向史密斯展示了 他從羅阿諾克殖民者那裡搶來的物品 包括一個滑糖槍和一個黃銅研波和儲物 這一結論並沒有得到大部分人的認同 首先這份供詞來自斯特雷奇 史密斯從未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過 其次根據記錄 英國搜查隊並沒有在羅阿諾克發現打鬥的痕跡 而且懷特到達羅阿諾克村莊時 村中一切如常並沒有被搶弄的痕跡 很快又有人發現了另一個線索 仍舊是在歷史資料中 由美洲部落的土著聲稱 目擊了羅阿諾克殖民者爆發內部戰爭 最終因為內耗而全員死亡 考古學家通過這一說法推測 羅阿諾克殖民者感染了一種瘟疫 這種疾病可能導致患者精神錯亂、瘋狂 於是患者和健全者之間就爆發了衝突 但這個結論顯然也缺乏依據 如果這些殖民者死於內鬥 那麼至少應該留下遺體吧 那為何英國搜查隊沒有找到任何痕跡呢? 退一萬步來講 是當地印第安人好心給他們收了屍 那總得有目的吧? 但也沒有 而且如果村莊經歷了內鬥 又如何解釋村中一切如常呢? 有人想到了另一種可能 在當時有一些土著部落對殖民者並不友好 有沒有可能是美洲的食人部落襲擊 並吃掉了英國殖民者? 如果這是真的 那就能解釋為什麼沒有發現屍體 但歷史學家調查後 歷史上該地區並不存在食人部落 還有人認為殖民者只是厭倦了等待懷子的歸來 所以決定獨自航行回到英國 但這個猜測實在太牽強了 歷史學家查證過 當時殖民者只剩下了一艘小船 載不了他們所有人 也沒有船隻失事的證據來支持這個理論 還有人推測 羅阿諾克殖民者的消失和西班牙人有關 殖民者消失時英國正與西班牙交戰 而西班牙和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化問題上 一直處於敵對狀態 當時西班牙軍隊正好駐紮在佛羅里達 有沒有一種可能 西班牙軍隊到達了北卡羅來納 並消滅了英國在該地區的據點 這個推測看起來很合理 但仍舊無法解釋 為何羅阿諾克殖民者的屍體全都消失不見 難道西班牙軍隊在消滅完他們後 還幫忙把屍體帶走安置好了 這就有點扯了 那麼羅阿諾克殖民者消失的真相 到底是什麼呢 當事情變得神秘時 一些離譜的傳聞就出現了 一種說法是巫師說 有一種傳聞說是當地印第安部落的巫師 給這些殖民者施了巫術 於是這些人全都走進海裡淹死了 還有一種傳聞說 羅阿諾克殖民者去了克羅托恩島 卻被克羅托恩部落認為是女巫 於是將他們都處死了 另一種說法是末日僵屍論 有人認為羅阿諾克是某種末日僵屍病毒的發源地 這些殖民者感染了僵屍病毒 這種病毒加劇了他們的腐爛 當懷特回來時 他們的屍體早已不見 瘟疫也早就結束了 還有更神奇的說法 羅阿諾克島上有一個幽靈 他認為這些殖民者都是罪犯 於是把他們吸進森林 變成了樹木石頭動物或者自然界的任何東西 也就是說這些人其實沒有失蹤 只是變成了這片土地的一部分 不知大家注意到沒有 羅阿諾克殖民者離奇消失的方式 像極了600多年前發生的一幕 公元909年 瑪雅人正在修住最後一個城堡 城堡的石柱已經修了一半 但之後瑪雅人就忽然消失了 這些沒有完工的建築成了歷史遺跡 瑪雅人一夜消失之名 至今沒有令人信服的解釋 有種說法是瑪雅人被外星人接走了 那麼有沒有可能 和瑪雅人消失方式一樣詭異的羅阿諾克殖民者 也是被外星人接走了呢 還有更神秘的說法 就是地球上存在12個惡魔墳場 這12個地方被某種神秘力量支配 地球上所有的神秘事件 全都發生在這12個神秘地點 而羅阿諾克島也位列其中 時至今日 羅阿諾克島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Kroton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116名殖民者到底去了哪裡 仍舊沒有合理的結論 你認為這些神秘消失的人 最後去了哪呢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 是他們最討論區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